大紀元獲得的中共內部文件顯示 中共的國家調查組曾在今年2月19號 向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過一份 請武漢市協助開展新冠肺炎早期病例搜索工作的函 要求相關醫療機構提供2019年10月1號 至12月10號期間的發熱病例 新冠肺炎樣影像學特徵病例 以及不明原因肺炎的死亡病例信息 從醫療機構上報資料顯示 武漢市第六醫院共上報5起 符合中共病毒臨床特徵的死亡病例 其中強調 一名病例是王某安 去年11月18號發病 出現咳嗽 全身乏力 間斷出現高熱症狀 12月5號去世 死因是重症肺炎 另外4名病例最早發病的是徐某前 10月1號發病 11月3號去世 死因未註明 他在去世前曾經在武漢市中心醫院 進行抗感染治療 另外3名病例同樣死於重症肺炎 他們分別是11月6號 12月11號和12月27號發病 罕見還要求針對9家醫療機構進行重點刪查 他們分別是華中科技大學協和腫瘤醫院 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 湖北省中心醫結合醫院 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 武漢市D6醫院 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計醫院 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協和醫院 武漢市金銀潭醫院 江漢區新新診所 美國前陸軍微生物學研究員林曉旭博士認為 這份文件說明 在今年2月份 中共官方還沒找到0號病人 但是他們懷疑 早期病人應該是在去年10月份發生 而且從這份搜索工作進行的廣度也表明 早期疫情的傳染範圍 也絕不是像官方宣稱的華南海鮮市場疑地 另外 從新冠肺炎樣病例影像學 特徵篩查結果顯示 包含武漢市普仁江安醫院 武漢亞新總醫院 武漢市第八醫院 武漢第六醫院 武漢黃坡區中醫醫院等 至少8家醫院上報了40名符合新冠肺炎樣 影像學特徵病例的發熱病人 最早的一例是9月25號發病 多人是10月、11月發病 林曉旭批評 中共當局直到今年2月份 才進行這項調查 實在是太晚了 他2月49號才發這個通知 其實這個動作已經是太慢了 就算11月份12月底 12月初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但是到了12月底 這個測取的結果已經出來了 已經明確知道是類似於SARS的 這種冠狀病毒的話 而且是無息到傳染的話 那對他們來說 當地的這個中心部門 他們一定是要做類似的調查 一定是要往前追溯的嘛 林曉旭認為 武漢市衛健委 應該在12月時就展開調查 而不是等到中央2月中下旬 發通知時才調查 這本身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值得關注的是 中共當局迄今仍阻止各國進行調查 掩蓋這些醫療機構早期病例的文件 企圖阻撓外界獲悉 中共病毒早期傳播的真實情況